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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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时间是把我的套装饰也是换了一套季位 是向我们打招货 也是跟他打一个招货 这样可能计划有变 只想是带了一个陷阱跟爆弹什么的 是想把 看有毒狗 毒狗龙会中落学吗 我还真的没落学 由于是感觉落学史在毒狗龙身上真的是有点奢侈啊 看情况吧 假如说需要 总之我们的必要物品都已经准备全了 一些非必要物品 像这个落学爆弹上的 我觉得现在拿上 以防万一吧 另外呢是再拿一个玩具 一会儿方便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第一时间出去 手脸笛也是没有看 他的使得是好像是财娘手脸笛啊 完全没有用过手脸笛 提到手脸笛 我 我猜想是不是我们以后这个防御估计就算了嘛 毕竟我手脸笛也是比较 真的是很外行啊 用的话估计会非常影响我的输出 当然可能会提升队友输出 这能提升多少 就是完全看队友的实力了 这个方箭估计暂时不会用了 我可能会考虑啊 最近几期可能甚至会去去练练手脸笛 因为感觉毕竟这么一把 尤其是连击型武器啊 看一下 还好啊 只是发现一只 想看能不能爆掉啊 再看 还是没有爆掉啊 他出硬直的时候爆到手上啊 刚才是想直接是 直接防御了 好像快 哇 好像活掉了啊 哇 这个斩夫好危险啊 上来就是直接 直接是用挑啊 我觉得烟雾弹可能差不了 我们先去 补一个 又是没有 我是不太清楚这个爆炸 要是爆到手上的话呢 会不会直接把这块击倒啊 哎 要抽风 直接补一个 因为我怕一会儿 怕抽风 我们会直接把我们打到啊 打到的话就烟雾消失了 会做就比较危险 吓一跳 是没有 平常比较少见水兽的死亡动画 刚才他出了这个死亡动画的第一瞬间 可以看我是接了一个防法 我是吓了一跳 说这是什么攻击动作 从来没有见过 再补一个我们的 这应该叫logan嘛 他也是用的是斩斧啊 我们给他 我看他刚才是没有 中了毒化 没有一直没有解毒啊 我猜他应该是没有解毒药 所以说给他一个解毒药 所以说给他一个解毒药 直接上啊 好 直接爆到 我们的狩猎敌好像是 只会给自己吹一个强化 然后剩下 我看他剑呢 应该就是一个去 就是吹回复了 我收武器了啊 哇 天哪 我是非常讨厌这个 赤亚兽的这种就是侧面翻过 一般我们可以看我们一般回避啊 一般回避都会 比如说往他的侧面 往他的侧面回避 这样回避出来之后呢 可以是躲避 躲避的攻击 结果他三个也是 诶 好吧 今天打不到啊 今天打不到啊 看来我们这个笛子 应该是一个纯奶妈笛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 挺直至不再打他吧 他已经是不再输出了 不停的在进行 在加息 当然这种手里比也算是比较 我天哪大剑 麻烦你不要乱论啊 天哪还在论 好吧 还说接防法呢 还算是不错啊 这个怪的是直接被 这个怪的是直接被 那手里比刚才有一招 应该是手里比把我打飞了吧 手里比吗 我不太清楚啊 知道斩府能把我打飞 但是刚才是没有看见 我 我打飞的那一下 我瞄了眼 是看着手里比好像 做出了一个吹底子的动作 还是什么东西 哎 天哪你 我刚才是往我的屏幕 右边回避啊 只有他的底下攻击 也是往右边跳 真的是没有办法 哎 这样第二只怪 第二组怪 狗龙 估计会先杀狗龙吧 当然狗龙从哪里出来 我也是 我猜测啊 爆羹龙应该还是会从 这个 我站在这个地方 应该没有搞错的话 他应该会从这里出来 挖出来了 狗龙我猜可能会从外边跳过来 还真的是没有 没有打过狗龙啊 我应该是打过 因为我128的任务 应该是已经清掉了 所以说 但是尤其是很少打 斗技场也很少会出狗的话 失败清楚 他会从哪里掉出来 不是掉了 是从哪里蹦出来 我知道海龙是从 远处这边 这个斗技场嘛 飞成一些拱形的门 是从那个上边 直接是飞进来 非常的神奇 看一下好像六分钟了吧 现在起码是五分阵啊 马上再过几秒钟 我的耐力应该会想好 这样直接 不要我的妈呀 太棒了 其实狗龙好大呀 你会中吗 我觉得他不会中啊 另外毒物也是不会把我们的 哎 我的问题啊 光顾了 我是看 我只在看爆 哎 快闪 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把这个陷阱吧 直接是 就被逼到死角了 还有毒物 所以说直接 哇 狗龙应该是被我们的爆缸 好像是挤了一下吧 刚才他的行动轨迹 真的是非常的不太正常啊 这样我 我是想让先让爆缸 中一个陷阱 中完陷阱之后呢 鼻子为什么离得这么远 中完陷阱之后 我们直接去打狗龙 直接输出散 因为爆缸的话 他的狗龙居然可以中陷阱 这样我都不跟队友捣乱了 直接你们去狗龙交给你们了 我们看能不能 我把爆缸龙的仇恨引到啊 这好情况下呢 是可以直接 把他推倒 哇天哪 他是上位装卖 真的是比较 防御表低啊 看能不能推倒啊 炸到手上了 这样应该会愤怒 没有时间接防法了 刚才我是 好吧 没有打到 嗯 嗯 看下大家的情况 血量不如很满 把我车里一个回复 哎 不错 暴高你立功了 哎 哇 这 他明明是往右瞄的 怎么 好吧 这是一个拐弯龙车啊 但是我也是没有判得出来 刚才是比较 刚才非常贪心啊 我是想 哎 先戳他下巴两下 因为他是往往另外一边瞄的嘛 所以他是一个拐弯的 所以算是 可以看 刚才就是 你稍微贪这么一下 就有重力一招 这个尾可以蹭两下 但是太高了 我打不到 没有帅了 他这个四段打底 只要砸到 砸到一段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攻击 打不到尾巴 我直接防御了 我有时候这招防反 我是防不 就是防不下来啊 他好像是有一个阵地效果 然后总是有两张判断 我有时候防反 经常会直接就是 防住这个阵地 当然我猜测啊 我猜测的他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防他的正面攻击 正面攻击应该会 他会先 会被他的背面啊 背面直接是给熏到 我可能会防到他的这个攻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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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是他的 就是防反 有时候防不住 但是我是不太清楚 我 我印象中我在他侧面的时候也是 哎 防反 就是直接接个防反 结果是被什么 就是 总之防反防出来 结果是中了 他就中了阵地效果 是不太清楚 是队友打到了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是 我是目前没有搞懂啊 所以一般现在我 看见暴吹龙出这个 就是蓄力的时候 我一般还是选择直接防你 不接防反 起码 只要是防住的话 你可以后续起码能出两三下 你要是 接防反 接坏的话 你会导致直接 miss两三下攻击 所以说 我觉得还是先用一个比较保险的打法吧 哎 一个快速 这应该叫集中啊 最近的翻译有点问题 这是经常在执意 啊 一个集中跟一个游泳 要清楚游泳技能 当然我是目前也是水下找不着北 加了游泳技能 估计没有太大帮助啊 之前也是好像是说是用斩斧 我斩斩斧觉得水下比较好用 其实 后来想想才发现 应该是斩斧攻击距离比较广 斩斧觉得他好像是打击面最广的武器了吧 就是不只是他的横向攻击 也可以看他有一个横的 站 站桩的时候直接按A或者是按圈 就是考虑到大家是用的是什么什么平台 直接那个攻击应该是比较横向的比较比较广 然后纵向的上条攻击也是非常广 就是水战有时候我是距离感不太好嘛 拿上这种攻击权很广的武器 可以可以迷补一下我这个劣势 这样整了一下装备 差不多了 看一下队友的房主 房主每次都是神秘消失啊 哎好像没有消失 这回没有消失 我看下他准备PO什么 我估计可能全是H28的一些都一场任务 当然我们的守的敌也是比较 比较危险啊 哎好像这回不是啊 PO了一个风亚龙 风亚龙 我觉得比较好打的就是一些暴主镜把它的E破掉 这算是最好打的武器 就是算是打法吧 当然最好打的武器破的话 可能是我觉得是这把扩散型的暴主镜弓吧 鹿角或者是碎龙的弓 因为假如说运进好的话 直接一个蓄力就可以把它的强力 一边的E破掉 然后趁他倒地的时候我们移动到另外一边 运气特别好 直接是另外一边他起身的时候也可以接着破掉 所以说这是最好的打法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打法我还算是用 算是用的比较熟练吧 用一些我平常用的比较少的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呢 大锤好像大锤用的比较少啊 用大锤吧 毕竟有鼠蕾笛在 可能是能帮着我们晕一下怪什么的 哎 这是一个在杀猿的白天 白天的话 要提醒一下自己带冷饮 这样我直接吃KO术了 因为我现在发现这把锤啊 所以说是吃了特殊公斤术的话 它的麻怪会更快些 但是我发现有时候你吃特殊公斤术会造成 麻怪特别快 但是晕怪就是死会晕不了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说现在我是把等于是稍微做一下变更吧 就和我们吃特殊公斤术 吃KO术 看看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 这样这只怪还需要带其他的东西吗 我是想不起来了 队友也是拿的可以看材质或者说模型吗 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把大剑 这应该是碎冰龙的大剑吧 我是从来没有造过啊 实在是长的 长的实在是太有个性了 记得碎冰龙他们这一套好像是有 复会心 应该 总是吐沙龙跟碎冰龙应该是有复会心的 我开荒的时候是我记得村 好像村几星 有一个任务是让你击退一只白海 就好像是普通海龙吧 我当时是海龙从来没有打过 所以说我开荒是用太刀 然后发现一些比较 就是拿拿不到 没有准的怪直接是拿着长枪 因为长枪是最稳的嘛 这当时是也不知道怎么着 到随便升级 就升级出了一个 升级出了一个 升级出了一个 土杀龙长枪 打准 还又没有打准好吧 发现也是人多的时候啊 这个秒蠢 可能是可以打到 不要动 好麻痹了 但是这个地点不太好啊 哎 手雷迪你知道什么意思啊 天哪 我觉得刚才我这个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一套 我的一套本脸打的的话 应该是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把这个怪晕掉的 结果守着敌是连着把我打 打倒两次 操作出现失误了 是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 好 好晕掉了 真的是不容易 像晕怪的时候 有一次他没有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晕怪的时候 怪是没 不会 不会受到Q值了 所以我直接是用转身热 可能是 就是来积累我们的异常状态 我没有转身啊 哎 不太好 好吧 估计不会很难二晕了 单身打的话 晕还是比较容易 因为可以预看怪的攻击 多人的话 有一怪不太清楚他会打谁 这个想晕估计是比较难了 他说补货啊 这个能补了吗 哇这 好吧 吓我一跳 刚才这个攻击啊 哎 刚才有没有哎不好听 这算没有办法 我是 打他就是纯凭运气 哎 龙感风打得到我们就打 就是 就算是狗屎运吧 打不到我们的话呢 就算是运气不错 这个龙感风应该我们已经中过了 所以说在 现在他不会再对我造成二段状态了 哎 这个 看能不能出一个三麻吧 直接 直接死掉了啊 好吧 刚才队友也算是 双刀还是比较不错 可以看刚才他是我大地把这怪砸晕的那一下 他是在原地乱舞啊 这种就是 哎 战装就是输出的时候 算是一个纯战装型的 呃 这种武器 我们大锤还算是可以 比较放心的出大地的 但是刚才我估计 假如说 用大锤 连击的时候用的不多的话 很有可能是一个大地 直接把队友全部砸飞啊 这个也是 不可逼应的情况 所以说 大锤真的是 我给我个人感觉 真的说 大锤想用好的话 我觉得是在 就是在连击的时候吧 连击的时候想用好的话 大锤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因为你不去 你不但要考虑怪物的 并不像单击啊 单击 单击情况下可以非常好的 预判怪物 哎他转身你一个大地 直接随便砸一下 可以积累一些陰险值 甚至有时候你 你节奏感特别好 直接是原地 原地直接是空 空蹲两下的这个本磊 直接第三下的本磊 就是可以直接 怪物转身 直接打到头上 直接晕脚 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但是连击的话 怪物毕竟看你 所以说这什么办法 我之前 之前啊 之前打过一个 连击打过 遇见一个HR 他好像是 好几百 我看 后来我们是交换公共卡片 发现他好像是玩了 两千六百多个小时 大锤也是用了 好像是 好像是好 也是好几千回啊 他的各个武器都是 他所有武器都突破了 大概都在八百左右吧 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猛啊 我们打的是黄奎龙 结果他是 平常我用黄奎龙 就是大剑 直接是带到后面蓄力 他也是大锤 直接是蓄大地 但是呢我发现 不但能蓄大地 有时候黄奎龙像喷火 然后 一些其他攻击 他得是能用 就能预判好 直接是用大锤的 不是大地啊 直接是用转转路的一个回旋 弄到脑袋上 结果真的是非常的猛 那局是完全 我是没有用麻痹武器 他也是直接就是 就没有麻痹 没有用舒服弹 直接是把怪晕 就是直接晕打晕了两次 真的是非常猛 后来我们是用了 那我是用了麻痹的这个大锤 就是现在这么一个套装 结果这打的怪也是爬不起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猛 这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大锤的 可以说是大锤吧 大锤真的是用好了 联机的话 真的是效率非常高 但是也需要队友的配合什么的 那刚才第一个怪 我是本身 哎 麻痹的时候我站位就不太好 结果是想去给这个怪上本来 结果手一上来直接是 完全打到爬不起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 这也是看队友的配合了 哎 这样是废话 并且是一直在等队友的出任务 嗯 两只怪 这样我就不能用大锤了 毕竟我用大锤用的也不是特别好啊 联机的时候 真的是 我感觉上 我是不敢随便用大锤 除非是自己对怪物攻击特别熟悉 单机的时候还好 因为可以预判吧 不用担心把查查跟卡马轮飞什么的 啊轮飞了他们也不会抱怨 跟真人的话 哎 他们抱怨一下可能还是比较 比较不太好 这样这两只怪 还是用暴鼠性吧 毕竟把他的意破的话会比较快啊 为什么又po了一个任务 什么意思 我去看一下 啊 好像 我不太清楚啊 他是 刚才没有听错吧 他是又po了一个任务啊 可能是出于什么原因 把任务取消了 然后又po一次 像这两只怪 我还是 尤其是斗鸡场同只同只啊 我记 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 这只怪 这两只怪 我们第一时间冲出去的话 他们会同时看见我们 因为他就是出生的位置会一直在 就出生的时候这两只怪 他的 就是面一直是朝着我们的就是入口方向的 所以说你要是想我也是做过实验 我记得是好像你要等等 大概一段时间 就是等这个怪 等这个怪他等于是转身 其中一只怪转身 然后你再进去 你会被 你转身的时候会被这个怪 就一只怪转身 然后进行让其中一只怪发现 然后再去用 烟雾弹 我身比较深刻啊 因为有时候这这两只 这两只怪其实还是比较难打的 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广 经常乱飞飞了飞去 你也是找不到 又是不太好啊 又是有一个不运输 有点像有点像驯龙啊 不过这两只怪 尤其是会乱喷出一些 尤其是风鸦龙喷沙子 小龙断风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这样还是要带上黏雾弹啊 以防比如说我们队友要是 进去进去的网子的话 我们可以是把 等于是尝试一下能不能 利用点五弹 要是不能用的话 还是按正常的打法 这样要带一下解冰剂 其他的估计都没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带的 队友的装备好像是 应该是都没有变啊 队友貌似都没有变 我装备也是用了一个挑战架 回避性架 跟一个展位架一算是 我这套装就是 任何近战武器都可以用吧 完全是不需要孔 就是直接换武器 什么都是这样一套 尤其是两只怪 我也是怕他们可能会全程愤怒啊 就是两只怪至少 一直是处于愤怒状态 所以说挑战者应该是会收益不错 诶 好像又是不音速发动了 咱们队友好像是一直在等一等 呃 估计吧估计在跟他等 看看 看还是等的时间不够啊 好像运气不太好啊 什么都没有 一个暴水龙都没有都没有发动出来 诶 哇 刚才这个风亚龙的 他起飞动作完全是没有看出来他飞往哪儿 诶 我这是暴水龙武器吗 怎么又什么都没有发动 好像是风亚龙被打怒了 这样尝试把他给弄倒吧 好像是已经爆过了 结果是没有爆到意义上 这样还是去打 好像是冰亚龙说错了 这两人怪的名字我可以说了 好像是 搞混 哇 这没有办法 我是太想去把这只怪给爆掉了 双刀就 我应该是回避过去了吧 应该是回避过去了 我有回清加二 哇 这是被 被蹭到了 完了 要动招 嗯 又完了 双刀也是不太 不是很理想的双刀啊 或者他的爆属性 就希望他能把这个怪去爆到 可以看是爆到了 想把那边的音也爆到 打不到 他能倒了 接着爆你 是爆 把腿爆倒了 好像有一边已经爆掉 另外一边 看情况吧 最好的话 都怎么又洗了 哇 这次我们队友吃了几个生命粉 哎 怎么又没 他是防御率实在是太低了 我估计我是直接吃生命粉的话 他在那边干嘛呢 我挺 好吧 有办法 我就是这个 我是强行血拼了 因为完全是没有 刚才我就是要一定要把这两只怪的这个一破掉 破掉后会 会好打不少 可以看他一个转身会出很大的硬质 这样我们下一步是去把把这个风鸭龙的另外一个一破掉 我觉得随便打一打这只冰鸭龙不会直接死掉 有耳栓啊 有耳栓啊 射递还是不错 在临死前跟我们吹出了耳栓效果 有耳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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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这个守的敌好像就是一个纯奶妈敌啊 完全没有输出不停的在 好像是在吹这个 吹这个 这回复啊 虽然也算是提升了很多的 哇 这个风鸭龙挺红的 暴死吧 哎就这么大地了 我的问题啊 是因为注意了怪物在吼叫想翻滚 结果是没有看见那边的门门风 哎 我们这个守的敌你就不知道加血吗 就是纯靠吹笛子回复 我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 尤其是连击的时候 想去想加血的话 就是比如说队友很危险啊 守的敌加血是完全不够看的 因为真的是吹出来特别慢啊 你想他一个一个音符 比如说吹要吹四个音符才能吹出一个加血 我们比如说我片尖 直接 直接是吃刀吃一个 说话啊 直接是吃刀吃一生分粉 是可以把队友等于去写给加回来的 所以说 千万不要说没有血了 你知所的敌就是去加血 这个直接是去吹音符啊 这个真的是 不太正常的选择 这样我就险拼拿 真的是 这样应该我猜我猜应该是 是 应该是回调 回调剂啊 拔了 所以我就拔了 刚才也是吃了几个生分 吃了一个 直接用一下 啊 这期时间是比较久了 是鬼祖学先到这了吧 后边的素材什么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应该是回调剂啊 不是吗 好吧 那我扒一下吧 还是 等于说是由于都是回调剂什么的 后边的素材都不给大家看了 这样 还是看一下吧 这样 像回调剂是吃了 吃了一个啊 守累迪也是不停的在 在吹回复 但是这我是不太清楚啊 可能有人非常反驳我的 这么一个观点吧 我个人感觉 守累迪 你要是纯一个吹回复 留了这么一个守累迪 我觉得 我觉得你还不如去配一套广域 直接是去吃一些草药什么的 来的快 因为 守累迪真的是纯出回复的话 我觉得输出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啊 我是 总之都是个人看法 但是你其实有一些 我用敌的真的非常渣啊 所以说你要是一些守累迪高手的话 可能是反驳我 是没有办法 总之就是 纯是我的个人观点 就是像这种直接是只吹 刚才好像是他自己连回复药都不舍得吃啊 就是在纯靠守累迪来去就是来加血 我觉得真的是不太 我是不太喜欢这么一种打法 所以 倒是再看嘛 我可能 后两期吧 我可能会尝试也是用下守累迪剩的 毕竟 你可以看一下我守累迪 只用了37次啊 但是斩斧也是暴露了 只用了82次 确实是并不是觉得斩斧不好用啊 就是节奏不太对 老是跟太刀的节奏搞混 老是拿太刀节奏来用斩斧 结果也是 可能就是 节奏大概慢了那么半拍 还是说快了那么半拍 老是不太对 所以说斩斧也是用的比较少 守累迪当然用的是太少了 只用了37回 我估计以后吧 后两期可能要练练笛子了 这期呢 因为是时间比较久了 估计先套点 是相当的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